連美國、港區國法生效之後 已經有7個國家暫停和本港的移交逃犯協定 佔已經簽訂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一 律政司前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白孝華認為 美國暫停協議很關鍵 亦都意味香港會成為這些國家的逃犯避風港 梁家儀報導 讓香港不會成為一個逃犯的天堂 當初修訂逃犯條例的初心 年紀之後不單止達成不了 更加越走越遠 2019年香港和20個國家簽訂了移交逃犯協定 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加拿大率先叫停協議 之後輪到澳洲、英國、新西蘭、德國 法國簽了未正式生效都停止批准 連同最新的美國 已經有7個國家終止協定 佔了已經簽訂的國家超過三分之一 其中五眼聯盟回歸後向香港移交了63個逃犯 從香港移交過去的就有95人 美國佔最多 資深大律師白孝華做過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專責範疇包括引渡和司法輔助 他形容美國叫停移交協議很關鍵 因為香港大部分引渡個案 對方都是美國 美國提出的移交請求都比其他國家多 目前暫停協議的國家都是受港人歡迎 都是香港疑犯最有機會逃去的地方 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國家的罪犯 香港都會成為他們的避風港 白孝華又形容這年的情況是倒退 去年修例的時候沒有國家說要終止協議 但國安法實施後多國先後叫停 反映各國表態擔憂香港法治人權保障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對香港的影響不大 他承認多國宗旨移交協議會令人有負面觀感 建議特區政府多些宣傳香港司法獨立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報導